主料,五花肉,150克,山葵花菜,80克,辅量,油,姜少量,蒜少量,酱油少量,背景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一小块五花肉和一袋山葵花菜,把五花肉切成肉片,将蒜切碎备用,山葵花菜拆封倒入小碗中备用,炒锅用少许油润润锅, 放入五花肉边炒出油,五花油边炒出油后,放入将蒜末爆香,放入山葵花翻炒一会,放入一匙酱油和少许的味精翻炒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,山葵花菜是腌制食品,本身含盐重,酱油也有盐,所以此菜不用再放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,